我們看這一個 這一個是問哪一個是對的 我們看這個 A比B大 而且它大1 所以這已經大1 沒錯 我們可以取一些例子帶進去 比如說 LOG B比A小 那你就帶3 這個如果帶2的話剛好等1 所以帶3的話當然是大1 或者還有一個半個 就是說你又換底了 因為我們對那個 那個什麼 以實為底的那個對數 常用對數 我們比較熟悉 所以把它寫這樣子 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這比這個大 所以它當然是大1 所以這是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的話 它是A大於B A大於B 小1 但是顛倒過來 就是LOG A比較大 3、2 那當然是小1 不過這會大於B 所以這是對的 LOG2除以LOG3 這是對的 好 這個 這個的話你就帶個數字看看 比如說 A大1 比如說LOG 2 這個的話B的話是小1 比如說是3分之1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3分之1 就是3的負1 負1可以提出來 有負等 LOG2會提3 所以這個大於B 所以這個大於B是錯的 這個應該是小1 對吧 所以是錯的 好 另外看這個 這後來都帶個數字 AB都小1 所以你就帶一個 A比較大 A比較大 A比較大你就帶個2分之1 那B比較小 那就帶個3分之1 所以變很大 小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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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出去,提出去在分母,算是負一,負一提出在分子 所以這是大一的 所以這是對的 好,然後呢,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剛好是跟這個剛好是上過來了 這個,我舉個例子 這是log v比較小,所以帶三分之一 這個二分是怎樣 所以這檔方法 等於是log e3為0.2 它是小1大1 沒錯,小1大1 所以答案應該是選ab-1